台北市卫生局抽驗脱水蔬菜、腌制产品及蜜件 总共有6件不符规定 其中3件酸菜分别检出防腐剂、本甲酸或漂白剂、二氧化硫超标 腌制鸟梨、鸟梨各一件检出甜味剂、糖精 自制菜检出漂白剂、二氧化硫超标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到我们侠内的便利商店、大卖厂、传统市场 观光商圈等批发零售地点 公计抽驗51件产品 同时检验防腐剂、漂白剂、杀菌剂、濁色剂及甜味剂等项目 并进行标识查核 检验结果有6件品质不符合规定 不合格率有11.8% 那这次检验不合格规定的产品有 酸菜3件是检出防腐剂、本甲酸或者漂白剂、二氧化硫超标 自菜检出漂白剂、二氧化硫超标 腌制、鸟梨跟鸟梨 各一件是检出、甜味剂、环脂肌、黄细、氨酸、鹽及糖精 那这两个是易规定是负得检出的 那台北市卫生局已经要求 贩售业者立即下架不合格产品 其中三件酸菜、四菜跟鸟梨 检验不合格规定的产品 检查是来源是在外县市 已经已请当地卫生局进行办理 经查证属实可依照违反市民安全卫生管理法 第十八条及第四十七条第九款 处制造业者新台币三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另外一件胭子鸟梨不合规定的部分 经查本市的业者无法具体提供上游的产品来源 以依照违反市民安全卫生管理法 第四十七条第十一款的规定 处新台币三万元的罚款 卫生局呼吁业者谨慎使用食品添加物 务必遵守规定不过量使用 遵照使用范围及限制 针对包装产品标示 也要落实完整标示 避免因标示未完全或标示错误而违规 影响民众选购权益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道